好,那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ATM,也就是一个标准大欺压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SI单位的转换去求出它等于1.013乘上10的五次方 在上一段的教学影片里,老师也跟你说了怎么去记 那其实这个考试应该是都会提供,不会叫你去背 那这个SI单位叫做帕,就是Pascal,中文叫做帕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查尔斯给吕萨克定律 那不过呢,一定有同学就说,老师我以前就学过查尔斯给吕萨克定律 没有错,那以前学的就是定压 不过呢,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定容的查尔斯给吕萨克定律 那怎么会有两种呢,其实这个历史是在这边 其实在1787年,法国的查尔斯啊,他就发现了这个定律 他不过呢,他提出的定律是在定压环境下 后来呢,在1802年的时候呢 法国的另一个科学家,给吕萨克 他也提出了一个定律,不过呢,是在定容的 所以严格来分,其实是有分定压还有定容 好,那二话不多说 先来复习一下定压的查尔斯给吕萨克定律是在说什么 好,你看右手边 好,那如果你有还有印象的话 老师是不是之前在1-3节有介绍过这个查尔斯给吕萨克定律啊 好,那时候是定压情况下 所以在定压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图 就是VT图,V呢,就是它的这个体积 T呢,就是它的温度,有没有 好,所以这是某一个压力直下的一个VT图 那你可以看到啊,这有一个三种不同的气体A,气体B,气体C 有没有发现 好,那这个图有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 它就是跟我们说啊 像在这个密闭容器里面 好,那如果有一个定量的这个低密度气体 如果我们这个气体压力啊,维持不变 也就是保持在定压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啊,它这个体积跟它的克氏温度 也就是K啊,是成正比的 有没有发现,这个曲线是成正比的 那当然有些同学啊,也会看到另一个图 就是呢,它可能是用度C 那度C其实就是整个一位,有没有 摄氏温标跟克氏温标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就是加上273.15 所以呢,它那时候就写出一个方程式 这方程式可以看出什么 哦,是可以看出这个 因为它的T是不是在分子啊 所以呢,它的后来的体积呢 是跟它的温度是成正比的 好,那这就是定压的给吕萨克定律 对不对?好,那你会说老师 那接下来你在这一节是不是要再讲定容的给吕萨克定律 没有错 你会说图长什么样子 好,请看右手边 诶,你看 诶,哇,这么变就变出来了 诶,那这个右手边是什么 这右手边也是给吕萨克定律啊 只不过差在哪里 这个是定容 有没有发现,那老师的方程式也提供在这里 那这个图要怎么看?你会发现 这个图啊,是在定容情况下 然后呢,压力跟温度的一个关系图 你有发现它是成正比 那所以呢,这个简单的说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好,你注意听哦 也就是说啊,在密闭容器内的定量低密度气体 如果呢,这个气体的体积呢,维持不变 也就是我们说的定容 我们发现啊,这个压力跟它的克斯文标的温度的T 它是成正比的 有没有发现 哦,它的克斯文标绝对零度的时候 在这里 然后呢,它会成正比 所以你看方程式上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压力跟温度会成正比 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温度是不是在分子啊 哦,所以呢 所以呢,P跟T是成正比的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定压的给里萨克定律 跟定容的给里萨克定律 非常接近 对不对